你演過這麼多的影視作品 演過這麼多的角色 老婆當中的這個角色 對你來講有什麼特別的嗎 特別有錢 不是找我演廟宮 就是找我演劉辣漢的 我還沒演過這麼有錢的 然後其實蠻爽的 哇 有錢人真的是 所有事都可以做 最近不是台灣有一個人也很有錢 做了一堆奇蹟怪怪的事情 OK 好 那我們把麥克風 給麥克風 幫麥克風拿一下講座 不用了 你要直接拿 就把他那個上面寫的一種 給我改了 我怎麼辦 另外四個已經銷毀了 不會的 不會的 剛才麥克風在台上 非常感人也非常幽默 戲數了工作劇組一拳 唯獨沒有講你自己得獎的心情 我的心情就是 謝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因為 我就像我心裡面講的就是 我其實拍任何一個戲 其實我很在乎跟這些工作的人 就我們的整個 我一直都認為台灣的劇組 是全世界最敬業最專業的 領那麼少的錢 做那麼長時間的工作這樣 這是真的 因為沒有他們那麼努力 做那麼 所以其實有些新的演員 或是比較 他就是那種剛開始學員 他問我說 麥克演戲什麼要怎麼演 我說 現場你看看別人在做什麼事情 你就不要問我這個問題 如果他有辦法看到別人 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認為啦 我認為 他就應該知道說 自己要幹什麼事情了 麥克我們回到老狐狸這個片子 你演的老狐狸這個角色身上 來聊一下 你演過這麼多的影視作品 演過這麼多的角色 老狐狸當中的這個角色 對你來講有什麼特別的嗎 特別有錢 你以前沒有演過有錢人 不是找我演廟空 就是找我演有蠟燙的 我還沒演過這麼有錢的 那麥克你怎麼去 比方說你怎麼去設計出 這個有錢人 人該有的這種語氣啦 他的架式啊 我認為還蠻簡單的啦 就是那個 我們人是不可貌相的 但是電影續劇這個東西 是可以貌相的 不然就不會有Casting這個事情 Casting其實 佔了很大成分就是貌相這樣子 然後 你的心態就會影響你的神態 然後我只是 平常講我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錢過 所以 我就覺得可以自己 就其實一副那種 從頭到頭都蠻跩的 坐在那種勞思的車 開著那種夾垮的跑車幹嘛 就是一副那種 那個真的不是表演啦 那個是有點在play這樣子啦 其實我的演出 我其實很常提醒我自己 不要表演 不要act 不要演 就是去play這樣子 然後其實蠻爽的 哇 有錢人真的是 什麼事都可以做 最近不是台灣有很 有一個人也很有錢 做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事情 這是沐浴哥講的啊 哈哈哈哈 而且 我也很高興我們 電影這個東西是在文化娛樂版 所以剛好跟政治版分開 媽那個頭部的那個 所有的消息都被吃掉了 謝謝沐浴哥 好 恭喜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 恭喜恭喜 謝謝